很好很好 非常好 可能有運動的習慣吧 然後我覺得 主要是因為免疫力都還蠻OK的 多強我也不敢說 但是就是 immun system都還蠻不錯的 主要是照顧身體是比較重要 幾天跟妮妮就是一起關在家裡 是有感情升溫嗎 還是那個 關在一起相處太多 我不會吵架 我完全不會吵架 你要說升溫 就是應該是維持那個溫度 應該是這樣說 要降溫吧 不能太高溫吧 我發現我待在家裡其實很舒服 真的很舒服 或者就是 還是想要爬山那種 就是吸一吸 真的真正的新鮮空氣那種感覺 但是出去外面 不會特別想要出去 不會讓我特別興奮 然後我出關什麼 我反而是在家裡其實真的很舒服 很窄啊 沒辦法 我真的要跟小豆說真抱歉喔 我原本是要跟他一起去跑宣傳 我前幾天突然一驗 哇兩條線 整個宣傳都不能出去了 所以就只能交給小豆啦 抱歉 我目前其實也是輕症的狀況 就是喉嚨不太有彈啦 比較深一點 然後比較疲憊的感覺 但其實也沒有到特別的不舒服這樣子 對啊 然後就剛好利用這個機會 多說一點比較 你嚇了 其實一開始是會擔心的 會覺得說我要 就是我自己心裡會有那種有點 我覺得其實這觀念有點殘酷 就是如果我今天挑戰媽媽 那會不會就是可能對於 劇組啊或者是一般觀眾對我的印象 後來就覺得啊他就是 老妹了啦 但是事實上我也是 但事實上我也是 然後呢因為 然後再加上劇情 因為我覺得《親愛的雅當》這部戲 很多 想彩蛋嗎 很多埋的一層又一層的枕 不是說推理劇喔 而是說 大家現在都知道我是演一個媽媽 但是這個媽媽到底是個怎麼樣的媽媽 女兒是個怎麼樣的女兒 他爸爸又是誰 那 會不會因為他有女兒影響他跟那個 就是宇文演的角色的感情等等 就是這個是在劇中 我覺得就是變成觀眾要一直追 才會知道說 其實那個關鍵的原因是讓我最後覺得好啊 就演這個媽媽也沒關係啊 因為他又沒有那麼像一個傳統媽媽 就是反正他就是一個 但是在這個角色裡面我覺得就是 算是先運行就是職場跟家庭去平衡的這個課題 因為我覺得我以後也會遇到 如果假如以後我有小孩我也是會 就是我不會就回歸家庭 我應該還是會繼續工作 所以 一開始的確是覺得 哇 其實我不想要被貼老妹標籤 再後來覺得劇本啊 演員啊 導演等等等等 就通了啊 這樣子 我印象深刻的是 那個吻戲大家看畫面超浪漫 但是 因為片花現在都是全身鏡頭嘛 然後 我想吻戲應該會有一些特寫鏡頭 然後我們特寫鏡頭的時候 是 我跟雨薇都坐在木箱上 然後我們在一個真的是圓盤 那個 那個 主播那種就這樣 打轉 然後看走到哪 然後就是有工作人員慢慢這樣幫我們轉 然後 欸還是機器轉 我忘記了總之就是圓形的軌道 然後我們兩個木箱 我記得我們兩個要調到 好清的位置調了很久 然後 因為不是清了很久嗎 然後最後 我真的 腳大腿的外側 超新的感覺 可是你的臉還笑 我很愛他啊 我真的很愛他啊 但是我大腿現在就在偷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就可放讓我一句話 有讓我真嚇了一下 說 我愛的角色就要結婚 整個讓我瞬間想說 疫情是不是有什麼 的話 還是說我們親愛的亞當之後 都會變成人妻了 不是 我是被他逼瘋了 不要再逼我啦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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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 之前會剛好提到 只要是韓導演 只要找我 都會是很可怕的角色 就是都會是比較 比較多心事 然後比較 比較可憐 在現場不能很歡樂的角色 所以我剛剛是開玩笑說 希望他可以 趕快就是 有有趣的角色的話 可以找我演演看這樣子 對啊 大家會搖另外一半或親完好友一起看嗎 四個禮拜 不要啊 看一下行視力 不要啊 線上看耶 大概半年前就被拒絕 為什麼 拒絕 我老公就說他不要看我拍文字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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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嗎 第一集沒有 沒有啊怎麼可能 天花的吃到底 只要到那一段時間 就把它切掉就好了 然後再轉換 你自己吃看看看看 好好好可以 重點回來看 可是防不勝棚耶 這部戲吻戲太多了 一言不合就接吻 哈哈哈哈 這部戲一兩就這樣 不是很好 是嗎 是嗎 這個戲吻戲太多了 好輕聲 是有機會 是嗎 cheat 是